门头的车就是公司的车 对吧 行 大佬 我跟你一块去吧 你去干嘛呀 你有招吗 你会开车吗 不是我当着师傅面说 你骑个自行车都能骑丢了 你呀 还是在家歇着吧 我很快就回来 歇着吧 好 大哥 大哥 你货拿到了 对 拿到了 刚才啊 我听到一特奇怪的事 就在那个 解放路的那个广场上 有一六七岁的小男孩 举了一个牌子 那个 要借五十万 你前妻不是要五十万 会不会是你儿子 不会吧 在哪儿啊 就在那个 解放路的那个广场上 三哥 同志 我想问你一下 刚才有没有看到 一个小孩举着的牌子 上面写着要借五十万 对对对 看见了 看见一个 他在哪儿 你这都说 不知道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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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没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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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来 来 来 对不起 刚刚有个叔叔带姨姐我醒了 这是哥哥电话号码 我赶紧去找你 爸爸 什么叫有智者事件成啊 有智者事件成啊 就是说你做人一定要有志气 还有有志向 这样呢你做什么事情 这什么叫志气志向 志气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的决心 志向呢就是说你要有努力的方向 那么简单啊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你有了做事情的决心 有了做事情的方向 你还要天天都努力 从一点一滴的小时做起 要一直努力努力努力 加油加油加油 到最后才能把大事情做成啊 明白了吗 好像是明白了 爸爸 你也要有志气有志向 从小是做起慢慢积累 嗯 那你相信爸爸吗 相信 你为什么相信爸爸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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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我老爸 因为你是我老爸 大哥 大哥 有志者 事件成 我愿意 这谁在必须 你不是我老爸 因为你让你带来 自己去 后再也行 你不找我 是你老爸 好 我觉得 你还不想 做成不是刚才不代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张三表现不错呀 照擦地雷 但要不是一直忠度 怎么在这睡啊 报表整理完了吗 快一点 诺 快快快快一点 不是让你们一扫叫我呢 我跟你说 朱朱 我们俩跟我玩弄一宿的 到现在还没合眼呢 我们俩真尽全力了 不要给我强调客观理由 我再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如果还弄完 你们就别在这儿干了 我们财务部 不需要废物 你不是什么 我自己想不住会儿吧 发大众 这是给你的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弄会儿弄一宿 他现在还没睡觉呢 凭什么给我招黄花啊 这我不管 我主管送 接着 马哥呢 艾姐你怎么来了 这不刚建议了一批翡翠 主管说 正品放到A仓库 次品呢 放到你们B仓库里来 谁说这次品 就要放到B仓库 对 我们这儿是对方次品的 要不然我和张三怎么能到这儿来呢 大龙 你看你们多清闲呢 别不知足了 我倒想不清闲呢 我走了啊 你们忙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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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了 还不走啊 马上走 回见啊 三哥 这不是次品吗 你看什么看啊 那闲着还不也闲着吗 成 你闲着还不也闲着吗 你闲着 我回去了啊 嗯 好 好 好 呀 我 好 好 啦 deine 好 好 我的天哪 你不会一夜没睡吧 昨天艾姐送过来这批货 我全部都重新鉴定过了 我发现她的鉴定报告有误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证货 我这就给她送过去 我说 你能不能别这么傻呀 这是她出的错 她要是因为这个被淘汰了 咱还少去竞争对手呢 你干吗呀 那干吗呀 人家是失误啊 我查出来就得告诉人家 你看 你气死我了你 谢谢你了张三 要不是你发现 这回我们真要犯大错误 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没事 相互帮助也是应该的 我顺便问一下 你这还有没有这种 空白的鉴定表格 有啊 你要这个干什么 我看仓库里面有很多退回来的货 我闲着也是闲着 没事坚定坚定 行 没问题 给 有这么多 不够再来拿啊 好 谢谢啊 谢谢你了张三 张哥 小米 你怎么来了 我还怕你走呢 怎么了 有事吗 我妈一直都身体不好 医生说她时间不多了 我刚把她接到城里来 今天是她生日 我想邀请大家到我家去吃饭去 给她过一次生日 你也去吧 好好好 一定去 那我先走了啊 张哥 记着把天忆也带上 行 天忆 明显 我好像好多叔叔阿姨 给一个奶奶付生日盘 你算担钢血不好 小敏 怎么了 要怎么让我们加班呢 加到几点 不知道 我妈还在楼下等着我呢 怎么办呀 天忆 你在这儿跟小敏阿姨玩一会儿啊 来 天忆 袁总 怎么偷偷摸摸的 进来 袁总 我是来跟你请假的 不是给我自己请假 是给小敏请假 你看今天能不能不让她加班了 什么理由 过生日 谁过生日 她妈妈 她妈妈过生日你来请假 人家不好意思嘛 她不好意思 你好意思 不是 人家要过生日 她妈妈来了 在楼下已经等了半天了 你看今天能不能就别让她 加班了 别让她工作了 你在教我该怎么工作 不是 工作固然是很重要 但是 过生日也很重要嘛 工作天天都可以做 这过生日每年就那么一次 你看今天能不能 放可行 我去帮你跟小敏说说 让她邀请你一块儿参加生日派对 我觉得你工作也挺累的 适当的劳逸集合对你也有好处 放松放松嘛 你还是在教我怎么工作是吗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 请你出去 不是我 请你出去 我说请你出去 人家过一个生日怎么了 你干嘛不吵起来了 过生日 今天吵起来了呀 这工作对你来说很重要 可能 这都怪我怎么办呀 人家对别人就没有那么重要 你为什么 张三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你是来我们公司参加比赛的选手 你没有权利教我该怎么工作 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请你出去 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他们会跟我说 请你出去 我说请你出去 就因为我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 所以我才能来请这个价 他们是你公司的员工 也不是你的奴隶 他们一直在那工作对吧 人家本来挺积极的 那今天人家去过个生日 为什么就不行呢 你可以出去了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了 人家要过一个生日 人家妈妈查出来得癌症晚期了 那可能是人家最后的一个生日了 那为什么不能让人过呢 你凭什么不能让人过这个生日呢 人家真的不是你的奴隶 你觉得工作很重要 人家觉得没那么重要 不行吗 你知道大家在背后叫你什么吗 叫什么呀 灭绝师太 哪个单位的 灭绝师太 你不知道吗 她是干什么的呀 灭绝人性的 湿糊糊的老太太 你怎么吃饭呢 你怎么吃饭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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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人家不甘心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也忒猛了 你昨天是不是跟袁水瑶打吵了一场 我说三哥 这又你的故事 咱不靠他 咱也别得罪他故事 毕竟他总是同学嘛 喂 袁总 昨天今天回来的 在 在在在 一点多钟 好好好 我看你睡了就没吵醒你了 快醒醒吧 我给你买两个早餐 他找你 他现在几点了 六点半了 袁水瑶办公室 天忆 天忆 三哥 天忆醒醒了 三哥要吃到了啊 六点半了 起来吧 谁知道 袁阿姨睡坏了 行 什么 真行 袁阿姨睡坏了 快洗洗吧 来 天忆 吃早餐了 天忆 来 我们去洗点汁 吃早餐了 天忆啊 袁总你找我 以后不许说袁阿姨是坏人 他就是坏人 袁阿姨怎么是坏人了 上次爷爷生病的时候 没有钱了 袁阿姨还帮咱们付医药费呢 那他坐在这儿 为什么骂你 你 昨天是爸爸不对 爸爸说话不好听了 惹袁阿姨生气了 喝水 再说那也不是慢 那是批评了 给你倒倒 袁阿姨不是坏人啊 你昨天给我提的建议很好 三哥 三哥 姐姐东西 我可能听说了 还有一点要强调 你也忒猛了 关于你所犯的错误 你昨天是不是给袁阿姨 我不会因为这个 在比赛中故意难为你 我会仪式同意 三哥 所以这一点请你放心 咱不靠他 咱也别得罪他不是 毕竟都是同学嘛 对了 还有这个 关于这个秘诀事态啊 喂 我上网查过了 袁总 他是倚天屠隆记理 额外汉的找门人 在在在 好好好 我没那么厉害吧 袁总 他找你 我昨天也是一时冲动 没关系 没关系 三哥 你说他会不会 不让你继续比赛了 我看过他的简历了 谁知道 这个人还是比较完美的 还是追求正义的 坐呀 坐坐 行 真行 没看出来 所以呢 就这些吧 你可以走了 袁总你找我 就这个事吗 找曾啊 没错 好 就这些 进来坐吧 再见 袁总 我想问一下 那个 您给我发的黄牌 是什么意思 自己想 喝水 给你倒的 袁总 我觉得你今天穿这身裙子 你昨天给我提的建议 好好看 嗯 比较中肯 还有一点要强调 关于你所犯的错误 我不会因为这个 在比赛中故意难为你 我会一视同仁 所以这一点请你过心 宋总 有事啊 来 袁总 对了 还有 这个 关于这个灭绝事态啊 我上网查过了 这几天情况怎么样 他是倚天屠龙记理 额外派的掌门人 可我听说你和一个选手朝下 我没那么厉害吧 是吗 可是我到时太冲动了 袁总 可不要因为情绪 我昨天也是冲动 没关系 没关系 你送来的评委名单我看了 我还有些自己的想法 我看过他的简历了 和你探讨一下 这个人还是比较完美的 还是追求正义的 这次虽然是我们公司选拔人才 光有我们几个评委 显然是不够的 还应该从外面 请一些成功人士 来参与这次比赛的评论 就这些吧 你可以走了 只有商人最了解商人了 只有成功的商人 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 没错 在未来企业发展 就这些 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 再见 我懂您的意思 可是这个行业里 符合您这个要求的人并不多 袁总 而且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想问一下那个 我联系过他们了 您给我发的黄牌 是什么意思 自己想 郑浩不是前几天来讲课了吗 我明白了 回头我去联系他 不好 我去通知他吧 袁总 只要他参加 我觉得你今天穿这身裙子 还是很好看 另外啊 你也应该参加这次评委会工作 对不起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因为我是这次比赛的总指挥 再当评委的话 容易引起争议 你不是一直都在干着评委工作 没事 你就是不当评委 你也是评委啊 再说了 你在公司这么些年 这几千年情况 你的业绩和能力 那是有目共睹的 可我听说 你可以有资格 当那个评委 是我当时太冲动了 我跟你撑药 不要因为情绪影响比赛啊 好吧 我知道 既然您信得过我 你送来的评委名单我看了 我还有些自己的想法 和你探讨一下 你说 天忆 这次虽然是我们公司选拔人才 光有我们几个评委 显然是不够 还应该从外面 请一些成功人士 来参与这次比赛的评委 只有商人最了解商人吧 只有成功的商人 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 在未来企业发展 能够起的真正的作用 好 你告诉我 我懂您的意思 可是这个行业里 符合您这个要求的人 并不多 那你先买什么 而且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我联系过他们了 大多人被取消 你自己探 我爸需要什么 郑浩不是前几天来讲课了吗 我明白了 为他我去联系他 好 我去通知他吧 只要他参加 这个评委名单的分量就够了 我是 另外啊 你也应该参加这次 你告诉我吧 是鞋 你要是给你爸爸买鞋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因为我是这次比赛的总指挥 再当评委的话 容易引起争议 你不是一直都在干着 评委工作吗 你就是不当评委 你也是评委啊 再说了 你在公司这么些年 你的业绩和能力 那是有目共睹的 你具有资格 当这个评委啊 我给你撑药 你不要有鼓励 好吧 既然您现在过午 我服务的事 天忆 这些钱就是你卖名字赚的 8 8 11 那你想用这些钱干什么 如果你放拆备 ссыл 好像用嘴巴 给你带点雷鞋 那你想买什么礼物 你自己猜 好吧 需要什么 我觉得你爸爸 衣服 领带 不是 我猜不出来 你告诉我吧 是鞋 你要给你爸爸买鞋呀 天忆可真乖呀 我猜不出来 谢谢 谢谢新客户 最好呢是能把 袁总在吧 在办公室呢 好 最好呢是能在拔蓝 嗨 小敏 内人是谁呀 陈天宇 这次考试的第一名 这么帅呀 那他来找袁总干什么呀 这我哪知道呀 我跟你说啊 最好呢 能把这些来电的总数呢 做个统计 进 袁总 天宇啊 有事啊 有几件事我想跟你聊聊 坐吧 好 袁总 你这儿布置的 很办公室 你今天来的是想说什么的 我是觉得 比赛进行到今天 我感觉形势过为陈就了 我只是提建议啊 我觉得应该加入PK制 PK制 对 因为PK制可以让选手 最好地发挥出他们的能力 而且还能激发出 他们内在的潜能 接着说 还有就是虽然说通过比赛 可以选拔出非常优秀的人才 但是我觉得 凤凰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 而是整个公司 过于闭瑟了 珠宝整个理念其实来源于国际 来源于外国 所以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国际市场 我建议 如果说这一次比赛 选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 公司可以把他们派到国外去 让他们去看一看 国外的经营理念是什么样的 我可以考虑 还有 袁总你没想过去国外看看吗 我现在还没有时间考虑 是没时间还是 根本就没想过 这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 因为 你知道工作的重复重复再重复 会使得整个人都变成 一个疲惫的感觉 然后 丧失趣味 丧失创造力 丧失好度 有机会应该放松一下 有机会应该放松一下 好 我说的是你 还有吗 袁总 你现在单身是吧 这也跟工作有关系吗 我想通知你 从今天开始 我正式开始追求你 我在工作 我不希望 谈其他事情 当然 我不会影响比赛 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 如果你觉得尴尬的话 你可以假装 我什么也没说 假装 好吗 再见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感谢你送给我的花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破费了 好 下次 我换点别的 陈天宇 来 正找你呢 孟总让你去他办公室 好 谢谢啊 来 天宇 孟叔叔 你找我 陈总的电话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孟叔叔这儿了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孟叔叔这儿了 不是 我 我不想有人干扰我比赛 我希望我们遵守当初的约定好吗 我要的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好了 不说了 就这样 对不起啊 孟叔叔 我 哪个是 不特殊的帮助我也不需要 孟叔叔 如果我想进入 凤凰的高级管理层 要考我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因为我爸爸是谁 好啊 我说 你还是回家一趟 陪你老爸吃个饭 你说电话都打到我这儿 你不是让我饭难吗 听话 行 对了 孟叔叔 我觉得比赛进行到现在 整个方式过于死板了 我有些想法 要不我整理一下 晚上给您发个影片啊 好啊 行 那我先回去了 那你可得回家 陪你老爸吃顿饭 行 再见吧 这个菜式 合作愉快 凤凰公司有你这样的年轻人 我们都很羡慕啊 您过奖了 但是其实我 还不是真正的 凤凰公司的成员 我只是凤凰公司的参赛选手 要是凤凰公司 连你这样的人才都拒绝 我们公司可是热烈欢迎啊 谢谢您的好意 但是 我现在只能代表凤凰公司 谢谢 乐观 充满智慧 好好干 郭总 那一千万元的货 一定要在下午四点之前 给我发过去 好 一定晚到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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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 天宇 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改天找个地方 再见 我给你 进 嗨 谈完了 嗯 谈了多少 本来是五百万 我谈到了一千万 怎么样 是不是该直接给我发个绿盘 天呐 怎么了 我是袁水瑶 你查一下 货存还有多少 好 我知道了 库存不够啊 你可以走了 我 我能做什么吗 我说你可以走了 喂 对不起 我是袁水瑶 你帮我查一下 佳人有缘那边要求几点发货 你赶快通知下面连锁店 把各连锁店 复存 没有拆一项的货 都送回公司 清电丸给我给电话 好 杨总 够了吗 不够 还差多少 还差一百万的货的 你们先回去吧 我得想办法 好的 喂 好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我今天约真傲来做评委 他马上就到 我 你还要做 郑总 我没来完吧 没有 没有 快坐 快坐 你好 郑总 今天约你来 是想请你做我们公司 美丽人生珠宝商比赛的评委 不知道你是否 开场了吗 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邀请 不过由于我个人的一些原因 好像不太适合做这个评委 抱歉 您好 请问一下给家人有约的货 准备好了吗 陈天宇啊 陈天宇 陈天宇 你可把我们害惨了 还差一百多万呢 不到两个小时 拖也拖不来啊 袁总快急疯了 主管 主管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 喂 你在哪儿呢 凤凰公司 凤凰公司 你在几层 好 那我现在就过去 店总好 对不起 水遥 这次没帮上你 没关系 其实我很想做这次评委 学习点经验 来 争取 明年我们彩虹版 你可以通过电视和网络 关注这次比赛 没错 我一直非常关注这次比赛 最重要的是关注你 谢谢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不送你们了 再见 再见 正好 什么事这么紧 你怎么到凤凰来了 孟总让我做你们的评委 你答应了 没有 为什么呀 还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咱们的事别人又不知道 会知道的 什么事 急事失望不及 这个事要是能完成了 我肯定能进去 就这么办吧 喂 许阳 你好 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 我可以帮你 你别多想我真的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帮你 你还记得前段时间 我们彩虹从你们凤凰那儿 进了一百万的货吗 现在货全没拆封 我现在就可以派人给你送过去 我代表公司感谢你 谢谢 希望能够帮到你 不过现在有一个小问题 其中有一项货我送给了朋友 当然也没有拆封 现在需要你派人去他那儿取一下 好的 我马上派人去取 谢谢 喂 喂 马师傅 你派人去彩虹公司取货 你们俩 谁去取货呀 我去我去 我都胖了 您让我减减肥 一小时之内马上赶回来啊 赶不回来我拿你设问 赶不回来我拿你设问 一小时之内马上赶回来啊 赶不回来我拿你设问 解放碑啊 解放碑 那可麻烦了 现在市里啊 正好马拉松比赛呢 斜拉桥也疯了 你得绕着走 那从这儿到解放碑 能不能一个小时回来 肯定回不来 我刚从广场过来 还用了一个多小时呢 路远的呢 得 您先忙您的吧 那行 好 回见啊 好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了 胃疼 胃疼 你怎么了你 走走走 我给你倒水去啊 孩子你去吧 我不会开车啊 打车去 回来我给你报车 这批货对战公司很重要 袁总下了使命令 谁出了问题谁负责呢 好 快去吧 好 四点钟以前必须赶回来啊 好 我知道了 我给你倒水去啊 谢谢 邓朗 你没事吧 没事 要不要送医院啊 不用了 你快去吧 给你打个急救电话 不用了 你快去吧 来不及了 好 那我去了 马师傅 我给他倒点热的啊